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上期视频我们说到 我们这个环游中国的旅行当中 迎来了一位新的伙伴 叫小溜溜 然后因为昨天拖映过来了以后 它那个特别的臭 跟其他的狗狗在一块染的特别臭 我们现在在这个宠物医院 它不是也采耳了吗 然后也弄脏了 所以担心发炎 就过来给它耳朵消消炎 然后顺便给它稍微洗一洗 昨天晚上在我们房车里面 臭的一晚上熬的头疼 没睡成觉 所以今天稍微带它过来处理一下 现在正在里面清洗耳朵 洗洗澡 就干净了 然后把它那个小提琴上的那个毛 也稍微修剪一下 因为太长了 这般老下雨嘛 弄得都特湿湖锅的 待会看看 洗完就干干净净的了 这还有一只大金毛在做美容 我们这小乐乐 在那现在洗澡 昨天晚上刚到 一晚上都没有叫 还挺乖的 你帮忙注意一下他耳朵 谢谢 这是店里美女的 一只小灰太迪 好可爱 我挑皮 我怎么一拍你 你就不挑皮了 一拍你 就装得好乖啊 刚刚好调皮啊 这颜色很好看啊 对灰太迪一般比其他的那个品种还要贵一些啊 他眼睛一大 我们家那俱水的眼睛小小的小多多人 好乖 好乖哦 他叫啥名字 知道没问题 你看你这会儿怎么装的真的好乖 他刚刚在这上面跳奔子 太可爱了 这种泰迪 也不那个啥 也不太掉毛 就跟泰迪啊 这个还有雪纳瑞啊 笔熊啊 都不太掉毛 慢点慢点 别掉下来了 现在给我们家溜溜处理一下他的耳朵 好乖啊 小家伙 一直都没叫过 洗完了毛茸茸的 你看他这耳朵 有没有发炎 有 有一点啊 对 昨天我就看在车上弄得好脏 先把耳朵套了 先把耳朵里套得 行 对 所以耳朵一定要处理 不然就发炎了 先把耳朵套干净 然后再去早上 小溜溜 终于没那么差 对 他这个耳朵里 你看 这种狗因为耳朵特别大 然后在热天的时候 他耳朵里就特别容易生细菌 去脏 所以柴耳其实立起来以后 他耳朵会减少一些疾病 好脏啊 现在给他耳朵涂点药膏 抱一下 抱个五到十分钟 然后再给他耳朵挺重看一下 好好 哎呀 小溜溜 这挺重的 嗯 哎呀 这下抱着就没臭味了 昨天把整个房车里弄臭的 我都没有睡好 嗯 小溜溜 想想 嗯 溜溜 抱一抱就乖了 不怕啊 我们家溜溜乖得很硬 对不对 啊 对 超级乖 哎呦 他这胡子好硬啊 你这么小胡子这么硬啊 然后 扎熟的 嗯 刚给他把小蹄子上的毛烧一修了修 嗯 太长了 刚毛都拖地上 这样子那个 有水的时候弄得湿糊糊的 嗯 这样就好差 嗯 小溜溜 你赶紧适应 适应了后赶紧带你走啊 你要不然这边潮气太大了 我看他们这边的狗很容易得皮肤病 对啊 好多都来看皮肤病的 嗯 所以咱们就 可以 他不抖 嗯 可以 咱家溜溜还是好乖的 嗯 你看 你这爪子太像黑猩猩的爪子了 好大个啊 一个小猩猩一样的 吃肉的 它就长大 嗯 小家伙可能洗完澡累了啊 嗯 尴尬喂了水 这会儿想睡觉了 因为他洗澡可能会担心他有点害怕 所以华姐说先抱着他睡一会儿 嗯 嘿嘿 太可爱了 这会儿感觉很乖 嗯 小溜溜你要健健康康的哦 嗯 以后跟我们走南窗北 嗯 眼睛毛好长 对 眼睛毛特别的长 嗯 长得连续几天高温以后 终于下雨了 今天又要下一天雨 所以今天也干不了其他的事了 车也洗不了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